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孤独背后是怎样的期许 成功背后是怎样的坚守 风云川商专访佳沃集团 妮猴桃种植公司总经理许刚 欢迎收看 许刚 许总你好 你好 说到佳沃集团可能有一些人并不清楚 但是说到佳沃集团的全土产品柳桃 很多人会恍然大悟 柳桃和楚城器皿 楚城是楚石剑老先生的栗志城 柳桃我们叫做梁姓桃 还有潘司机的苹果 楚城 柳桃 潘苹果 引发热议受到追捧 一方面由民众对食品安全和味道的追求 另一方面则是水果背后受人关注的故事 楚石剑和柳川志 一位曾经辉煌过 也落寞过八十多岁二次创业 一位是中国企业大老级的人物 他们在人生处于谷底或高峰 开始务能 不论从哪个角度讲 他们的经历本身都是一个好的励志故事 那么这个现象非常的有意思 是因为想借助一种民营效应 还是有其他深层次的考虑 借助民营效应呢 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理由 这些企业家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个人品牌 给产品贴上一个标签 让在现在的中国食品安全的环境下 让老百姓买得放心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 实际上这些企业家 都有做农业的这种情怀 就是大家都觉得中国需要安全食品 这个是毫无疑义的 你真的有一家正做好了 你没准大家就开始往上靠 第二一个呢 就是当你真的要能做出一个 让中国人信得住 信可信的品牌的话 这里边这个老百姓是会愿意 就为这一块付钱的 2013年2月 联想收购了四川中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后 于2015年6月更名为 家沃成都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成为国内最大的 猕猴桃种植企业 除了在蒲江县自建1.5万 金燕猴桃标准化示范园区外 公司在广源 河南西辖 陕西周治 阳陵 湖北京门 云南取静 分别建有种植基地 以至智利的埃尔基 圣费利佩 莫里纳等地的子公司基地 四川普将为猕猴桃生产运营总部 为其他子公司及合作种植伙伴 提供技术支持 后勤保障和实施产业带动 而作为这样一个庞大的猕猴桃王国的 掌舵者许刚 以前却是联想集团的一位 IT精英 那么 他又是什么原因 在事业发展的顺风顺水时 毅然转行的呢 当时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 准确说农业才是一个真正的高科技的行业 天文你得了解吧 地理你得了解吧 生物化学的知识得了解吧 其实我们当时呢 想着在IT业做了时间这么久 那么身上具备了一些管理方面的经验 所以我们选择做农业 希望把我们身上的所具备的一些素质 所谓的一些能力 能够运用在这个企业的管理上 带着这样的一些想法 同时带着对这个农业的一种热爱 那个进入到了这个行业 之前呢 你是在坐在一个窗门几近的 很好的办公环境里边 现在你在田间地头 经常去劳作 这种心理的落差会不会很大 习惯了就好 做农业呢 我确实也有很强的这个体会 几多几少来总结一下吧 比如说第一个呢 是这个说话特别多 农业全是很大 接触人很多 说话多 再一个呢 走路特别多 每年在田间地头 像我们在收获的季节 我统计了一下 就是在那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的这个走路 都是在十公里以上 当然还有极少了 这个第一个感觉就睡觉少 过去在IT行业是睡得晚 起得相对晚 现在呢 是睡得依然晚 但是起得非常早了 因为我们的龙活很多时候 特别是夏天 早上五六点钟就开始 睡得晚是因为公司有很多事情 包括各种会议啊 有时候只有放在晚上开 因为白天在干活 相对来讲 这边这个创业期啊 我们的福利条件各方面啊 这个工资收入啊 也比以前真的少 所以就是几多几少 所以我觉得做农业呢 需要能够忍受孤独 没有这长期的心态 可能是这个很难的坚持下去的 你离开联想总部 来到了我们这里 当时的家里边 没有反对的意见吗 没有 家里都是比较支持我的想法 当然家里面的人也会 替我去考虑 做农业的各种风险 或者挑战 对他会担心 对 但是我说了一句话 家里的意见就抵消了 因为我说这个做农业 这个空气好水好 是吧 这个多活时间 比什么都赚回来了 与楚石健先生 从小规模示众 做实验不同 柳传志和联想控股 试水农业领域 从开始时 就以并购为主 高举高达 2010年联想控股 并购了青岛 沃林蓝莓果业有限公司 这是中国最大的 蓝莓全产业链企业 随后 又并购了 位于浦江县的 四川中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后者拥有 独立知识产权的 猕猴桃品种 迄今为止 联想在这两个项目上的投资 已经超过10亿元 然而 即便选择了并购这样的捷径 柳传志仍表示 联想农业 五年内不打算挣钱 由此可见 生态农业是一件 耗时耗力 投资回报慢的行业 就是不急于去回报 只要机会到了 这个当我们看准了 准备安排的时候 还是可以继续不断地往里投入 我们对农业的回报 是想分期分批往后靠 你比如像水果 水果也许三年四年以后 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 看中了浦江这块 猕猴桃的生产基地 第一个就是战略的主动选择 第二个在浦江 刚好遇到了这家企业 这家企业是过去几个民营企业 也有一种产业报国的情怀 做起来的 到了2013年的时候 刚好联想看中了它 然后全职收购了它 当时的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 是怎么样的 那么当时收购的过程 是一帆风顺的吗 过程是一帆风顺的 收购前民营企业呢 它也遇到过 它发展的瓶颈 那么第一 就是它的这个 因为农业是个 长期投资的行业 它需要大量的资金 再一个呢 这个企业到了一定规模之后 在管理上有点跟不上 那么在农业的这个细节 多流程场环节多 如果你管理不善的话 你的效益就出不来 这是当时他们遇到的问题 在全国范围内 适合种植猕猴桃的这个地方 应该是有很多 那么为什么你们把木瓜 偏偏是放在了 我们的浦江线 在中国适合 迷糊桃生产的 要说多也不算太多 因为迷糊桃本身种植 在水果种植里头 是属于比较 高境界的影响技术 作为一个水果 它含水量很多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水分 同时呢 它是肉质根 又怕水 就是水太多了 如果不及时排出去 几个小时之后 它的根就会受到影响 甚至腐烂 仅仅举这么一个例子 你就能感觉到 迷糊桃是一个比较 难于种植精细化的 一个树种 我们为什么选择 这个浦江呢 第一个 那就是取决于 这良好的 自然的生态 这边 尤其我们的种植基地 两江 夹一山的这么一个地形 非常适合 迷糊桃的生长 它的土壤条件 光照条件 各方面的降水条件 第二个方面呢 那就是这边 技术条件非常好 你不要小看这个 就是我们走过 很多全国 迷糊桃的产区 我可以非常肯定 说 浦江县的农民 一般农民 包括技术园 他们的种植 技术水平是最高的 第三呢 就是这儿 有很好的产业环境 和政策环境 产业环境呢 就是说 做迷糊桃的生产 种植 它有相关的一些 配套的企业 配套的一些服务 这个方面 浦江是非常齐全的 在全国也可以说 是排在前列的 加上政策环境 这种环境呢 就是这个 成都市也好 浦江县也好 这些领导 对农业的关注 扶持 对农业的理解 都是超过 全国很多地方 基于这样三个原因 我们最后选择了 这个浦江 位于神奇北纬 三十度的浦江县 托起了联想控股的 猕猴桃产业 而对现代农业的 向往与责任 吸引了许刚 把自己未来的事业 寄托于此 尽管隔行如隔山 但是 许刚出来浦江县时 他并不急着 拓展业务 熟悉农耕 而是首先俯下身子 改变自己的态度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我们俗话说要 最好有三种语言 第一个呢 普通话 公司内部的交流 再一个至少一门外语 有时候有外国专家 然后至少还有一门 当地的语言 四川话 也要能说才行 你自己是四川人吗 我老家不是 但是我一岁就到了四川 所以说算是四川人 我给自己总结了 就是说 在刚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 因为他一般有一个特点 喜欢一见钟情 或者一见不钟情 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他如果觉得 你这个人不错 跟他是同一类人 他就会很长时间地 欣赏你这个人 反之他第一眼没看上你 他就很可能 很长时间看不上你 所以我在刚来的时候 我给自己定的 定的这个方向就是 在我的语言 说话的方式 那跟现在肯定不一样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做 迷糊涛的修剪 迷糊涛字条 长到多少公分 这个农民可能没有概念 到底是多长 要说农民听得懂的话 就比在这个一个烟头 一个烟 一个香烟的出息的 这个地方 就应该减掉 这样的话 农民就立业 就起来就比较容易 我在80%的时候 显示是跟他们是一样的人 他们说什么 我说什么 他们吃什么 我做什么 打成一片 打成一片 但同时在关键场合 那些表现的比 他们好像高那么一点点 到后来呢 再做一些平衡 只有在20%的时候 显示不一样 为什么呢 那20%什么场合呢 就是比如开会 谈事的时候 这是我其实当时来的时候 都有很深刻的体会 但是更重要的 还是考虑他们的利益 实际上他们如果在利益上 有很好的回报的话 他自然也就会认同你这个企业 认同你这个人 做企业很难 做农业的企业更难 因为做农业企业 不光要考虑企业的事情 还要考虑农民的问题 在我这个经历中遇到过一些农民的这些 跟公司之间的纠纷 可能有些是无解的 怎么说无解呢 就是他的需求也是相对合理的 但是公司也没办法解决 可能因为是以前的历史的包袱啊 或者是政策的障碍啊等等 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其实作为我来讲 确实也非常的这个苦恼 那么当遇到这些压力的时候 你是怎么来释放这种压力 那么我的这个可能发泄方式呢 就是说这个希望能够找我们的这个同事 能够倾诉 我一般不会把工作情绪带给家里面 但是可能会带给我周围的一些同事 好让他们共同地感受到这份责任 或者叫做压力 带着压力与责任 许刚全身心地投入到了 猕猴桃产业的发展中 在经过总结与摸索后 许刚发现 农业产业规模化种植 与精细化管理之间存在的矛盾 其实是现代农业普遍存在的困惑 针对这一癥结所在 许刚找到了矛盾的突破口 我们想首先从机制上来解决 因为农业的话 必须要有主员工的心态 如果说是员工是一个打工的心态 对吧 受到自然天气的影响了 或者是因为技术不到位啊 没有种好 那这个损失企业来背 而且你服务员这么大 就是我们种族面积这么大 你根本是管不好 于是我们采取了这个承包的方式 那么承包呢 我们也不等同于一般的 利用繁殖刀包 我首先选择承包 会有两个基本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要懂种子 种我猕猴桃 第二个呢 要有一定的执行实力 两者却也不可 他们来承包我们的园区 300亩500亩一个单位 他们全年用他们的钱来进行投入 然后呢 他们跟那个按照市场的规律 雇用这些农户来为他们干活 那么你们是如何来管理他们 整个过程 技术的指导和整个管理的过程 都在我们的严密的监控和指导之下 那么最后产出了猕猴桃之后呢 根据它的产量和质量 我们来给它相应的收购 它过去自己种的话 它种出来的卖的价格怎么样呢 对吧 这个它需要承担这个风险 它现在不需要 只要它的果子质量好 产量好 它就有效益 它不用考虑销售的事情 如果说你的这个食品安全 比如说你的某些方面的一些指标超标了 那这个是对不起 不光是你交的保证金拿不回来 你的果子我也不会要 那个而且你这个 你可能还要承担这个相应的经济损失 这种情况呢 到目前我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他就会对他自己所负责承包这块田 是非常的尽心经历 这个我们就减少了 大幅的减少 能够减少管理成本 而且带来这个精细化管理的这么一个结果 说到我们家伙集团的柳桃 消费者的概念呢 就是它是走的是名人路线 第二个呢 它的价格还是偏贵 你们是如何让消费者来认同 你们的这个产品 我们的产品是分档次销售的 就是把最最好看 最好吃的水果 用柳桃来命名 那么把这个好吃 但是呢 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好看 就是这个 比如说因为自然生长的这个 没有它它总会是 脸上有个小斑啊什么的 这种呢 我们用这个家伙和做悠然的品牌来销售 其实果子的实质性的内容是一样的 但是呢 柳桃呢 它是作为高端的这个水果 那个要展现这个形象 就脸上一颗麻子都不能有 但像家伙和悠然 这个品牌的水果呢 其实是完全是亲民的价格 大家都是可以 这个来放心的消费的 其实现在说到我们的水果种植 很多消费者都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彭大剂 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这种 彭大剂这种这种现象的呢 在明后陶的上头呢 这个使用彭大剂呢 一定程度上也是 存在这种现象的 这个彭大剂实际上作为一种 生长调节剂 如果你是正确使用 它是在 不管是在欧盟 还是在美国都允许的 只要不过量 但是在中国呢 可能有一些种植物呢 它存在一些滥用多用的问题 这样的话 实际上对食品安全会造成 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那作为我们来讲呢 这个甚至我们可以比较自豪地说 整个浦江 在我们这个产品的 经验产品的种子上 是绝对不使用彭大剂的 这个主要源于 这个一个是公司的 这个文化的要求 食品安全放第一位 再一个呢 我们选择这个品种的特性 也决定了这么一点 因为经验这个品种呢 它的本身 它的这个个头 自然生长状态的个头 已经是比较大了 如果说你再使用彭大剂的话 那可能就过大了 就看着就非常的不正常了 那么我们消费者 怎么来分辨这种 加了彭大剂的 还有是自然性 或者是全生态生长的 在这儿给消费者 一个可操作的一种方法吧 就是在迷糊桃产品上呢 不要选择果形过大的产品 所谓过大是 重量大概多重 重量比如说 像我刚才说的经验 我们这个品种呢 是植品种里头 自然生长状态 标准果到100克到120克的 除了这个品种以外 其他的品种 如果不使用彭大剂的话 是很难达到这个重量的 还有就是看到 这个果形不太自然 它不是那么圆滑 这个有一些凸起啊 凹凸啊 也有可能有一些 不良的这个种植物 在使用彭大剂的果当中 造成果子外形的一些变化 做消费者信赖与放心的水果 是柳传志先生与联想控股投资农业的初衷 让传统产业插上现代化信息化的翅膀 则是他们对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探索 在加沃成都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联想控股 采取了全新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连接上游生产者 与下游市场及消费者 打通产业链 打造多方共赢的 现代农业产业新模式 而与此同时 与果业销售巨头 深圳新荣茂集团的强强联手 更使得加沃农业如虎添翼 加沃在2015年的时候 把水果种植 就包括我们油桃种植和蓝莓种植 和深圳的新农茂公司 做了一个五五的合并 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水果板 在加沃过去的水果板块 现在严格说起来叫加沃新农茂集团 新农茂公司呢 就是一个在中国最大的 水果的销售类的公司 那么他们能够借助 我们很好的上游种植经验 我们能够加强 我们的下游销售经验 所以当时是在这种双硬的局面下 做了一个五五的合并 那所以我们的销售的话 应该更多说主力的渠道 那就是这个 所有的中国大型的这些商操 包括高端的这些商操 另外这个大型的批发市场 比如说北京的新发地 广州的江南市场等等 另外的话就是利用我们 加沃过去自己的一些电商平台 进行这个电商产品的销售 如今加沃新荣帽成为中国唯一一间 在全国同步配送的水果全程产业链企业 也是中国规模最大 产业链最完整 全球化布局的水果企业 拥有国际一流的科研团队 种植专家 一流的国家级实验室 以及中国最大的水果彩后处理加工体系 可以说伴随着加沃新荣帽的拓展与布局 浦江的猕猴桃事业迈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高度 更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 与一方百姓的致富 我们这个浦江的发展的面积 猕猴桃种植的话 这个十一二年以来 总共发展到现在是十万亩 在这个过程中 你遇到过一些比较典型的故事 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吗 当然有 这个其实说起来的话 有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 就在发生在几年前 这个有一天 这个咱们成都的奥迪4S店 来了二十多个人 涉及到十几户 因为这些农民啊 这个穿着都比较朴素 奥迪的工作人员就觉得 可能是不是 用史川话说凯西齐的 结果挑头的农民说 我们是来团购奥迪的 这个事呢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这个在我们现在基地所在地的 一个村的村民 十二户人团购奥迪 当时是引起了社会这个媒体 包括成都媒体的一个轰动 甚至都报到了市领导那去 所以说他们是非常的有实力 那么现在很多地方的企业发展呢 都是跟当地的产业扶贫 或多或少的会存在一些关系 那么在这方面 我们的家务集团有什么考虑 公司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对扶贫这个大的事业 应该说也尤其在农业这行业 也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当然地方政府对我们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期望 所以我们你拿我们迷糊桃来举例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复兴乡这个地方 过去就是浦江最贫困的一个乡 现在已经是成为了最富裕的乡之一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 去发展一个产业 或者建一个样板基地 很多时候就会考虑到当地扶贫的问题 我们企业除了做农业套以外呢 现在也在做一些其他的 就我这个公司也会在做一些 其他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柑橘 柑橘也是浦江的一个大的产业 很好的一个产业 所以我们在柑橘产业上呢 也会做一些投入 举个例子我们在四川芦州 我们投了一个这个柑橘的一个基地 那个就是一个四川芦州的河江县 就是一个扶贫点 无论是精准扶贫 还是携手共赢 无论是许刚先生的样板基地 还是柳传志先生的产业报国 家卧新荣帽 无疑是中国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典范方向 表明了中国水果产业 开始进入转型和升级阶段 以家卧新荣帽为代表的行业巨头 必将引领产业变局 消费者也必将从中受益 自然间费者也h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